他是四川最猖狂的黑老大 曾一夜输掉两个亿 一顿饭花掉八十万 甚至残忍背负七条命斩 双手沾满鲜血 被捕后竟猖狂叫嚣 我的案子不是你们能审的 他就是独霸四川多年的黑老大 刘翰 刘翰曾为汶川大地震捐款五千万 被评为当地首善 但在这副伪装的外表下 却是肮脏至极 甚至有传言 他曾与十二位明星游染 这一切都要从十三年前 震惊四川的那几声枪响说起 这年一月十号下午 广汉城鸭子河堤人来人往 大约到了三点之时 人群中突然响起几声巨大的枪响 枪响过后 三人当场倒地 紧接着 几个蒙面人收起家伙 大摇大摆地上了车 从开枪到行凶上车 整个过程还不到一分钟 究竟是什么人 敢在光天化日之下 与闹势行凶 为了将这个猖狂分子捉拿归案 当地立马成立了精英作战队 很快便将目标锁定于 袁找林张东华二人 本以为这起案件 马上就有了眉目 但当二人说出幕后指使后 精彩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原来指使袁张二人行凶的 正是当其红极一时的 实业老板刘维 这个刘维不是个好鸟 他开赌场 放高利贷 设计到多个地下产业中 而此次行凶 就是为了铲除竞争对手 了解完这些情况后 工作人员立马对他 布下了天罗地网 并在最短的时间内 封锁了所有出口 按理说 刘维就算是插上翅膀 也难以逃出生天 但现实就是如此充满戏剧性 工作人员不仅没有捕捉到 刘维的身影 而且他一逃就是整整四年 这四年里 工作人员经常会接到 关于刘维藏身之所的举报 但奇怪的是 每次去了之后都只能扑空 赶到地方时 刘维早已逃之遥遥 这到底是为何 难道有人给他通风报信 于是 众人就开始对刘维的背景入手 这不查还好 一查吓了一大跳 刘维的哥哥 正是当地资本大鳄刘汉 决出事由蹊跷后 工作人员不得不采取 异地用人的方式 从北京抽调专员进行侦查 经过一番调查取证后发现 刘汉果然存在 窝藏包庇的行为 而且让人震惊的是 这些都只是兄弟俩的冰山一角 其背后 可能存在一个 以刘汉为中心的特大黑色组织 为此 工作人员立马展开大量的摸牌走榜 但可悲的是 群众们一听到刘汉刘维两兄弟的名字后 都吓得闭口不谈 甚至连二人的名字都不敢直接提 而是用那家人来代替 生怕说错了一个字 事后引得不必要的麻烦 但好在工作人员坚持到底 在长达十个月的时间里 一直在给群众做思想工作 在工作人员的努力下 这些群众开始慢慢相信 刘家这时要倒台了 随后 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检举揭发的队伍中 揭露两兄弟的罪行 取得群众信任配合后 工作人员居然收到了一万多份 关于兄弟俩的罪书 原来 从1993年以来 以刘汉为首的组织 西航罢市无恶不作 为了敛财 竟背负了七条命战 老百姓们是苦不堪言 了解到这个情况后 工作人员一刻也不敢耽搁 立马将刘汉刘维传唤庭上 可到了法庭后 刘汉像是没事人一样 面对群众的指控 他非但没有一丝悔改之意 就连态度也十分的嚣张 他对着台下的人大放厥词 我的事不归你们管 你们办不了 哈石四川最猖狂黑老大刘汉 称霸当地十余年 残忍背负七条命战 但他却坚称自己是无辜的 先让我们看看刘汉早期的经历 成名之前的刘汉 不过是一家工厂的普通工人 跟大多数打工人一样 每个月只能拿一些固定的薪水 但时间长了之后 刘汉越来越不满足现状 于是1985年辞掉工作 开始了淘金之路 当时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时期 而刘汉刚好抓住了机遇 进去木材市场 刚开始刘汉老老实实经营 积累了不少的客户和人脉 但随着时间的发展 刘汉就发现 木材这种生意 不是在差价上赚钱 真正产生利润的是尺寸 于是刘汉就开始 偷工减料 并谎报木材的横切斜拉面积 以此来获取更多的利润 尝到甜头后 刘汉一发不可收拾 并用这种方式屡试不爽 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 就挣了几万块 虽然累积了不少财富 但刘汉并没有感到满足 而是一心想往上爬 在发展生意的同时 他特别注意打点关系 在各种圈子里左右逢远 有了这些人脉后 刘汉就开始把手 伸进期货市场中 并利用见不得光的手段 自以改变规则 靠着这种卑鄙的方法 刘汉在商界混得时风生水起 但同时 刘汉也因为他的嚣张跋扈 招惹得罪了不少人 1997年某天 刘汉在广汉市谈生意 刚出门 就有仇家将枪口对准了他 很遗憾 这两个子都没有击中刘汉 而是打中了他那价值百万的豪车上 可让人震惊的是 侥幸逃脱的刘汉 不仅不打算收敛 反而还大张旗鼓 扩展他的宏图伟业 1997年 刘汉在四川绵阳 注册了一家公司 名为汉龙集团 除了谋求更多的财富外 刘汉还特意给公司 加了一个打手队伍 美其名曰为保安部门 这些人各个身着得体西装 依附光鲜亮丽的样子 可实际上 他们都是刘汉花重金雇来的混混 除了扩充队伍外 刘汉竟然还购置了大批知名武器 分发到小弟手上 此外 刘汉还将组织分成了塔心结构 他一人位于金字塔顶端 第二层则是他最信赖的弟弟刘维 以及狗头军师孙某 平日里 刘汉有大大小小的事物 都交给刘维和孙某 二人收到指令后 再传达到底层 由底层的小弟 来实施行动 对于那些不听从命令 或者没有胆子出手的 刘汉都会动用最残忍的手段 让他们长记性 对于那些表现好 敢打敢杀的小弟 刘汉则采取现金奖励的方式 对其鼓励 在这种黑暗的规则下 刘汉团伙开始背负第一条命债 1998年 刘汉的汉龙集团 承包了小岛村的房产开发 自从这一天开始 村庄美好的生活 就要被打破了 房子拆完了 村民却迟迟不见拆迁款 曾有人向汉龙集团索要 但换来的 却是一顿暴揍 对此 越来越多的村民 开始拒绝拆迁 但还是无济于事 直到那一天 汉龙集团的挖掘机 打算强拆村民 雄伟的房子 但此时 雄伟的房子里 还躺着他行动不便的老母亲 可明知道房子里住着人 挖掘机 依然没有要停下来的动作 如果任由他们胡闹 老母亲可就要没命了 于是 雄伟就联合一些村民 试图阻止拆迁工作的进行 可面对村民的距离力争 刘汉的人不仅没有听进去 反而还让他麻溜一点 把里面的人弄出来 别耽误他工作 但这一次 雄伟并不打算退让 一定要让对方给他们一个交代 眼看事情到了无法掌控的地步 对方直接把电话打给了刘汉 希望刘汉能亲自出面 白凭此事 可谁都没有想到 刘汉竟然直接在电话里指示 让小弟截裹了对方的性命 小弟收到指令后 像是打了鸡血一样 从怀里掏出致命的家伙 实施了惨无人道的行为 而雄伟最终没能坚持到送往医院 就被送进了九泉之下 本以为刘汉会因为沾了血之后 有所收敛 没想到 仅仅过了五天后 他的手上仅又多了一条命斩 他绝对是中国最猖狂的黑老大 伪装成慈善家 称霸当地十余年 被捕后 缴户的武器竟然能武装一个牌 他就是四川黑老大刘汉 刘汉在完成名面上的生意后 开始涉足地下产业 当时很多人把手伸进了地下赌场 而且还赚了不少的钱 刘汉觉得 自己一定不能错过发财良机 于是 他就把弟弟刘维叫到了办公室 直接告诉他 让他除掉竞争对手 刘维表面上虽然也是个商人 但他同刘汉一样 都是混黑道的一丘之合 收到哥哥的指令后 他便马不停蹄地开始了行动 这次的目标 是赌场大亨周正 了解了周正的行踪后 刘维便带着几个小弟偷偷跟踪 经当众在街上朝他扣动的扳机 周正走后 刘汉便将对方手中所有的生意 全部吞饼 甚至连他的手下和员工都没放过 这件事之后 刘汉的恶名 已经开始在道上传开 成为了四川最大的黑老大 然而 有句话说得好 树大必招风 已经有其他势力要对他下手了 此人号称绵羊大脚花 本名叫做王永成 两人经常因为生意上的事产生摩擦 看不惯刘汉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 1999年某天 王永成在和兄弟喝酒的时候 突然聊到了刘汉 一提到刘汉的名字 王永成的怒火瞬间被激发 或许是借着酒劲 他说出了那句改变他一辈子的话 我想炸了刘汉的公司 不知为何 这句话在不久后 竟然传到了刘汉的耳朵里 为了除掉后患 刘汉坚再次派人 将王永成送去见了阎王 经此一战 刘汉居然在当地成为了无人敢惹的存在 甚至达到了呼风唤雨 手眼通天的地步 犯了那么多的罪恶 他却像没事人一样 继续把自己的生意做大做强 起地刘维在他的带领下更是如日中天 但很快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 刘汉意识到眼下必须要收敛作为 并给自己打造全新的人设 为此 刘汉竟从企业家摇身一变成为了大慈善家 他给当地先后捐款一个亿 修建了小学 值得一提的是 这所学校也是汶川地争中为数不多没有坍塌的学校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刘汉动不动就挥起阔绰的双手做慈善 一出手就是上议员 据说在2009年胡润慈善网中 刘汉以2.09亿的捐款位列第16位 这个时候 人们对他的印象却是充满大爱的慈善家 并不知道这层皮囊下的真实面目 面对这种铺天盖地的荣誉 刘汉似乎飘了 他开始出入各种国际赌场 在牌桌上挥金如土 据说 他在牌桌上一天最多能输掉两个亿 但最终他却连眼睛都没眨下 除此之外 他每顿饭平均就要花费三万元 最奢侈的时候 一顿饭就花了七八十万 就这样 刘汉靠着自己打下的黑金帝国 安然无恙地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春夏秋冬 此时的他 天真的以为 国内已经没有人能管得了他了 殊不知 他的行为深深影响着无数老百姓 由于他的罪行实在是庆祝难输 一场针对他的雷霆行动悄然而止 某天 刘汉从澳门潇洒完后 刚下飞机就被工作人员按倒在地 此时的刘汉还在富裕挽抗 对着工作人员大吼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我是汉龙集团董事长 你们逮错人了 这一次 就算是神仙来了 也救不了他了 法庭上 刘汉百般抵赖 面对任何提问 他只说一句不知道 试图撇清任何的麻烦 让他没想到的是 那些曾经和他并肩作战的兄弟 纷纷将他供了出来 或许是意识到无法翻身 刘汉竟留下了悔恨的泪水 最终认罪伏法 让人不寒而栗的是 在刘汉的大本营里 居然缴获了几十支枪线 这些装备甚至足够武装一个牌 当刘汉刘维吃了花生米后 当地百姓们纷纷放鞭炮轻重 而四川也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刘汉用他一生的经历告诉我们 临驾于众人之上者 必将葬于宿命之下 任何时候都要坚守初心 不要被繁华和利益蒙蔽了双眼 希望屏幕前的你引以为戒 做一个阳光积极向上的人 好了 今天的分享先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吧